哦,我想我的孩子 我真的是,我曾经也跟你一样 现在真的过了 王小飞和大S结婚十年 曾经大S也是和王小飞在北京居住的 自从两人有了孩子之后 大S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台北居住 而自己的事业都在北京 因此王小飞就一直在北京居住 这些年一直都是大S独自在台北 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 甚至是上下学接送 期间的心酸刻骨可想而知 当然王小飞也会时常飞回台北 看大S和两个孩子 但都是匆匆忙忙的 回来了又像是没有回来过一样 长时间如此 大S早已习惯了没有王小飞的生活 于是就决定了结束两个婚姻 但大家得知这场婚姻的结束 是大S单方面提出的离婚时 大S的身边就多了很多谩骂声 很多人都认为大S身在福中不知福 但是夫妻生活冷暖自知 我们或许看他们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很恩爱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谁又得知呢 再一次大S跟自己相处了二十多年的好友哭诉 其实自己并不想要离婚 是王小飞不爱我了 听到这话的阿雅立即安慰一句 是王小飞不懂得珍惜 你有两个孩子陪在身边就很幸福 阿雅提到孩子让大S痛哭流涕 可见大S是不想让孩子失去了这个完整的家的 对此大家认为大S是不是一个好母亲呢 欢迎留言评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